所以习近平需要把内部问题外部化 所以他的第一个动作 香港是最安全的 香港是中国领土没有问题 然后有两个有可能战争的地方 一个就是台湾 一个是南海对不对 大家看了这样子是对的 可是他发觉很危险 他不敢打台湾 不敢打南海 为什么 因为美军会动手 所以现在国际政治的专家 分析另外一个地方 是有可能最近发生的 哪里 印度 他要打印度 他要跟印度 为什么要打印度 印度也要打他 难怪现在印度关系这么紧张 两边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在调动部队 到印度的中印边界 中印边界那个地方 为什么他选择印度 因为印度那个地方 是属于高山重理 高山地区 有海拔四千公尺的海拔地区 那个美军没有办法 没有外援 所以变成有限战争 然后这个时候民族主义高张 你知道印度的总理 印度总理现在在印度本身 他也需要有一些 莫迪也要战争 莫迪是在印度的历史上 人望民族主义最高 操作到最高张的领袖 他现在在印度的声望非常非常的高 为什么那么高 因为他操作民族主义 他在这时候习近平也是一样 也是民族主义要来统治中国 所以这两个东西必要必须要一战 还有庞碑有巴基斯坦有斯里兰卡 还有一个最重要 他为什么打印度 因为印度有印太联盟 他打印度你美国救不了他 有限战争打一个程度 所以你说这样在中印战争是一触即发 一触即发 而且是有限战争 而且他测试你美军的人耐到底到哪里 最更重要的 这个打 因为上次1962年也打过一场这个中印战争 打一打就散掉了 然后双方都签了一个协定就没事了 我刚刚讲的 前提是回到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中国内部真的很糟糕 是习近平需要一场战争的话 他要选择哪里 所以国际政治专家认为说 他选择有可能风险最小 最可控的地区是印度 中印战争这四千公尺的海拔 这个高地高山里面打 打一打这个事情就很容易控制 可是新兵是把自己搞成这个地步 这不是他搞的 情势所逼 因为我刚刚讲的 只有一个新冠肺炎改变了整个世界 1月15号他还和平相处 对 月15号到现在为止 只有五个月时间而已 五个多月时间 把中国的整个经济搞垮掉 是 但这个时候他的压力多大 而且他的得罪是谁 他得罪是美国人 有多少的中国的富豪 中国的高干 或中国的那些利益团体 跟美国人是一致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把这个时候的内部问题外部化 否则的话 他的内部他的本身的权力位置 或是政权的掌握程度 都会受到严峻的挑战